台北圆山花博公园农民市及彰化州 于13、14日登场 彰化县长王惠美率领县府团队 农会及青龙北上行销夏日消暑盛品火龙果 活动现场有红白火龙果大赏 由青龙及总干事率领红白两队 强烈行销彰化的红肉及白肉火龙果 王县长更化身为阿美施 现场制作红白火龙果消暑创意料理 展现料理好手艺 这次要向大家推荐的是红白红龙果 红白红龙果最主要可以促进我们肠的蠕动 它是个良性的食品 以来夏天来吃清香更好吃 红色又加了花青素 所以能够让你更能够抗氧化 而且它可以做菜可以当水果 有好多种的功能 除此之外我们中华官也是葡萄的大官 我们现在的葡萄当季 特别是我们的巨峰葡萄 那可以说粒粒都是这么漂亮 那颜色跟Q度还有它的这个甜度都是非常的好 另外的话 现在当季也是我们的这个 奶子也是我们现在冬季的时钟 所以在这里欢迎我们的这个 台北原山花博农民市集彰化州 贩售许多彰化农民清农和农会生产的优质产品 好吃健康又安全 王县长邀请全国乡亲多多选购彰化优先农产品 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民 公益频道林义俊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